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送我 这个俗话说得好 男孩子在外面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万一 我把持不住 你还可以用它来防身啊 不用了 以后不要再想那些有的没的 我在乱说些什么呀 这本笔记的招数也太猛了吧 我和黄甫仪无冤无仇 难道真的要下狠手啊 可是不杀他 等酒消散发作 我的小冥就没了呀 要不 还是浅杀一下 日月 是 玲珑掌柜 下午的对仗大会 你带我陪少主去吧 我还有约会 对 对仗大会 你刚刚藏什么呢 没 没有 掌柜的 林少爷有些回来了 在虎渡新开了一家酒楼 名为水云一梦 烦死了 又缠着我大侄子 下独不靠谱 还得靠武力 看够了吗 对不起 少主大人 少主大人 这般角色 小的便失了神 是吗 是 绝无半点虚言 全人真情试课 少主 浅放有义务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走 这是谁啊 他乃延朝第二钱庄 庄主的独生子 林毅之 皇甫兄 皇甫兄 我刚从外游戏回来 听爹说一年一度对战大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片刻不留就过来找你了 这个 是我找人画的我和你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 公子 她是我家少主的贴身丫鬟 什么 她居然是我品貌非凡 精彩的女人 封印一波云天玉树林风的皇甫兄 的贴身丫鬟 的贴身丫鬟 就你 也害命 兄弟们 给我杀 杀 林毅之 快走 不行 皇甫兄 我不能抛弃你一个人 我让你去叫人 受死的 你 你 你什么你 赶紧 赶紧把我找大夫 周日月 她竟然为了救我 连命都不要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她的动机又是什么 少主 大夫给日月姑娘包扎过了 大夫说 建设中的是屁股 肉都不打紧 休养些时日就好 你别担心 我没担心 手下看日月姑娘 最近鬼鬼祟祟的 我在院里 挖出了这个 百招叉叉 皇甫一 这叉叉又是何一 难道 是指求爱 求爱 我 冒充武鸡 假扮嗜宠 偷下春藥 為你擋劍 這無疑不是在儲行積慮地接近少主 攻略少主啊 如果 這不是愛 怎會如此了解少主的習慣 為少主擋劍 原來如此 我唯一 我唯一 連做夢都在叫我 來者何人 江湖中人 有何意 鎖你性命 我唯一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黃伯仪 黃伯仪 你醒了 黃伯仪 黃伯仪 他知道我要殺他了 連夢裡都是我 看來影說得沒錯 他對我產生了不該有的心思 看來他是發現了什麼 三十六計 所為上 涼了涼了 這下鐵町跑不掉了 這下鐵町跑不掉了 你睡床 從今以後 想什麼呢 流傷起見 小的 以後不用成為自己小的 謝謝你救了我 謝謝你救了我 我向來賞罰分明 姑姑之前給的是下 其他三策在這兒 阿倫 早點休息 突然對我這麼好 難道是欲擒故縱 我 在這兒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索困与微车 早花弄 人相爱却要离分 莫非是那宿命 偏偏要不能及 莫非只能断了这番情 纵然有万点潮汐 万般的温馨 轻微是一节 那欲绝尽碎裂 就是心底鸟青 可如今却有所一刻珍惜 这一片何时梦在相结 或是再也不见 若问是否挂念